今天自我介紹有點長 我想說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那我們今天要來談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講十八禁的公平權 就是說我們十八歲以前好像被禁止很多事情 那大家都知道說你十八歲以前不能幹嘛 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們不知道說十八歲以後我們能幹嘛 那不能幹嘛的事情 包含我今天要談的是公平權 那公平權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概念 那公平權所以說我們今天其實要談的比較 比公平權稍微我們要更聚焦一點來談 那個公平權其實裡面有一個叫做 我們都知道說人民人人都有參政的權利 那參與政治的權利 那參與政治到底是什麼 我們對政治的想像又是什麼 可能很多人不喜歡政治 可是你不喜歡政治 這件事情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因為剛剛很多朋友都講的 今天你不喜歡政治 就是你不理政治 可是政治會來管你 那我們必須要被政治所管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關心他 可是關心他的門檻 竟然比如說我們用一個實際來操作 就是用操作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常常會想到就是 參政就是想到選舉 那選舉就是操作選舉這件事情 他這個門檻就是限制在20歲 那我們知道說20歲 確實的 這個門檻到底是怎麼定住 我們完全不知道 那我們看整個亞洲地區 其實在亞洲地區比台灣 要老的投票的年齡 據我說不多 大部分都在18歲 全世界其實大概都在18歲 可是像我上禮拜才剛從馬來西亞回來 馬來西亞比我們台灣老 他們21歲是投票權 我們這20歲 可是我們幹嘛要跟馬來西亞比 就是說我們也不需要跟這樣 不需要說跟這個其他國家來比較 我們就來很認真地來看待說 18歲的投票權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作為一個參與政治的一個基本門檻 為什麼18歲投票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那我想說今天 剛好透過政哲 那在台少盟 他們長期在推動這個公民參與 尤其是少年青年的這些公民參政 參與公共事務的運動裡面 其實他們一定有他們的主張 他們想考說 他們為什麼想要推動這個18歲 那為什麼不是19歲啊 那20歲為什麼不好 當然也有人提到 他覺得說為什麼要18歲 可能不夠成熟還是怎麼樣 有一些人還是有一些疑問 那我覺得今天透過政哲 給我們帶來一些基本的很簡單的一個分享 我覺得一些基本資訊提供 然後我們待會可以做一些討論 多一點的討論這樣子 好那我們是不是先請正哲來給我們 介紹今天的這個討論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五政哲 口連五政府的政哲學者 然後跟台中的關係 我大概是200 2003年一直到2009年都要在中部生活 我在中部 我在彰化晋大學 然後後來在彰化晋台中工作 所以一直到2009年才離開中部這樣 所以老九家有機會可以回來這個 好像熟悉的城市 不過今天 突然跟台中變得不一樣 就是多了很多 就是正在帶捷運啊或什麼的 然後在大慶車站在附近 我差點找不到大慶火車站 就是 但是我在找跟工地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我在那裡會不會再營運啊 因為我今天都 我今天都靠 走路完成我的大部分的工具這樣 好 那 我自己在台少盟 台少盟全民是台灣少民權益福利促進聯盟 那 跟台少盟工作 我今天在台少盟三年了 我主要都是在做青少年的蒙民培例 包括像是 像是我們今天要談論的 就是相關公民權益的法律的推動和修法 然後還有帶著青少年去討論 關心相關的政策 或甚至是 在校權法修通過之後 現在很多的縣市政府裡面 都會有所謂的少年代表 那我的工作是在陪例追求少年代表 或是陪例勿客 讓他們可以陪例少年代表 進入到政策機制裡面去參與政治 去參與很多的政策決定 那個參與政策決定 絕對不是嘛 依舊所謂的那個青年諮詢團而已 它是一個 它基本上是一個 可以在政策機制裡面 通過開會讓 你提出來醫生需要被列寡 是真的會被體檢的 而不是 如果 你年紀比較大的提檢訊 你會聽過青年博士會議 或是往後的青年政策大聯盟 不是那種大霸蓋式的摸頭式的 我們聽到你的聲音就是 我覺得那個笑話 應該不是我管定的吧 應該是把整個教育是我聽到的 或是我知道的 就不是那種 而是 而是 真的讓年輕人的聲音 進入到政策機制裡面 為什麼才是我們關心這件事情呢 因為 我們認為說 很多 在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就是我跟大家差不多大的時候 我就覺得 為什麼有很多 跟年輕人相關的法律政策 可是你卻完全 從來不問年輕人的想法 那永遠都是大人們想像的 我這樣對你比較好 所以 在小孩不問的第一集 那部電影裡面 我想大家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就是 就是 爸爸永遠為我們準備一條最好的路 可真的是我們認為好的嗎 大人們 大人們所認為的 兒少孫嘉莉真的是嗎 那為什麼年輕人的聲音 已經不能被 進入這樣的政策機制裡面 所以我們不斷的在 倡疑這件事情 也期待著 台上門更成為一個平台 把年輕人的聲音 帶進政府的整個政策機制裡 所以呢 台上門開始推 18歲投票權 大概是從2006年的時候 開始到現在 今年已經第九年了 不過當時的社會風格 跟現在差很多 因為2006年的時候 當時我們在洋務民調 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你是否贊成嗎 年以下修到18歲 大家覺得有多少人贊成 比例 要猜猜看嗎 三成 三成贊成嗎 一成贊成 對 當時2006年有九成人是反對的 而且是極力反對 要下修到年齡 當時是2006年 那現在是怎麼樣 等一下也許可以來看看 所以呢 我今天會簡單的用一個 很簡單的來人包 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立場是怎麼樣 為什麼我們關注這件事情 那我們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也許 那我們接下來打算怎麼推動 或是 我也會談到我們過去怎麼推動 那也希望等一下的時間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 從大家的觀點 我們覺得怎麼樣 可以讓這樣的想法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以及我們在明體11月 將過一場非常特別的行動 那我們怎麼讓更多年輕人參與 那一場行動 這有什麼行動 大家就會知道 好 題目是 18歲少年的意想世界 就為什麼18歲少年 會沒有投票權 你前面舉了一些問題 當立法院裡面 立法委員吵著 和私自拔他繼續的興建 或是要插冷 要幫他繼續運轉的時候 沒有人想過要問 你 沒有人想過要問18歲的年輕人 甚至是 在之前 國民黨想要修不在一起投票 讓海外的台商 或住在海外 長年允許在海外的人 可以不用回來投票 就可以參與公投 可是跟核電廠一起長大 那些年輕人 或是更小的小朋友 他們卻沒有辦法決定 核電廠 要不要蓋在我家旁邊 為什麼 那當行政院每年 不斷的提出點選之後 就會有很多的 將近千億的自選預算 也不會有人覺得要問你 甚至是選舉到了 台灣的選舉很有趣 就是 每年到選舉的時候 就會開始開出各式各樣的 福利的加碼 大家看到 就是 老農今天 或者是說 大概右上角那一張 老人身心障礙者是關鍵選民 所以他們應該要增加 他們的今天應該增加基本年金 當國會不斷增加這一加碼的時候 也不會有人覺得要問你 因為你又不是老人 也不是公民 可是我什麼家 他們沒有家我呢 那奇怪 那剛剛那天也許跟我們無關 那十二年國教呢 十二年國教 也許不只是十二年國教 而是這十年來 或者是二十年來的教改 我想在場所有人 大部分應該都進入了教改吧 就比我年紀大一點點的 可能有自選方案 或是各式各樣的 那從我這一間開始 我是到末代的高中聯考 高武專聯考 然後學測了試堂 第一屆的國立品版的新課本 然後之後每一點的都不太一樣 然後 可是在這樣的考試制度 或是入學制度 或是甚至教學方法 各樣的改變 也不會有人覺得要問你 可是這不是跟我有關嗎 為什麼 因為你有選票 所以沒有人care你的生意 可是十八歲 十八歲呢 是一個需要當兵把外國家 不是可以當兵 是需要當兵 如果你沒有繼續而念書 或你沒有其他的 十八歲就必須要去服役 這是一個人名義自己的義務 在現法裡面的義務 甚至是你可以結婚 決定自己的未來 男性十八歲可以結婚 女性十六歲可以結婚 那如果定位的話 就是十七跟十五 可是他們年紀圈 不能夠參與國家政策 我們如果從權利物來看 就會更明顯 十六歲 在台灣的勞金法上 十六歲是一個成年的勞工 所得稅法的規定 只要你有所得 你就必須要繳稅 也就是說十六歲 只要你賺夠多的錢 你就需要繳稅 然後呢十八歲 你在刑法上 是完全的行事責任 你需要當兵 你可以結婚 但是你到了二十歲 才能夠擁有選舉的權利 才能夠有投票的權利 才能夠組織人民團體 才能夠發起集會遊行 甚至你才能夠獨自的去銀行開戶 才能夠自己獨自的買手機 不用經過爸媽提供 這是一個什麼不公平的世界 光從權利義務這裡來看 所以我們認為 為什麼要下修同樣年到十八歲 而不是其他年齡 至少第一步 你應該達到權利義務的平等 但是權利義務的平等 真的大家都這麼認為嗎 也許我們大家可以談論看看 但是有很多的老師或是長輩 因為常常覺得權利務本來就不應該平等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遇到一定都是這樣的 等到你把考試考好 等到你把功課做好 你才可以決定說你要玩 你大概要吃糖果 才可以幹嘛 好像你一定要乖了 才可以享受權利 但是這是合理的嗎 也許我們可以思考慌態 那為什麼是二十歲呢 其實是憲法規定的 在憲法的一百三十條裡面規定的 中華民國國民民馬二十歲 有依法選舉之權 包括被選舉權也是在同樣的這一條 下一條 我得忘記了 就是也是這一條或左右所規定的 但是我們憲法是什麼時候規定的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那個憲法的照片 它是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雖然我現在唸這個中華民國的年字 我也就是唸起來卡卡的啦 將近六十幾年前 將近七十年前所規定的憲法 到現在 真的沒有 這個社會的人的成熟程度沒有改變嗎 可在同時呢 國際上發生什麼事情 在國際從1960年代開始 就已經大幅的從21歲下收到18歲 當時大部分的國家的成年都是21歲 從1960年代開始 就大部分的國家已經下收到18歲 從2000年開始呢 也就是第二波的下收頭報年齡 所以在這幾年 你可以陸續的看到 可能像是阿根廷啊 或是等等許多的國家 他們下收到16歲 為什麼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前一陣子 國民黨團跟馬英九還有鄭英華 提出了國發會所做的調查 民意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看民意跟社會共識 左手邊在一張是親府會在2004年做的調查 就是是否要把年齡層下揪到18歲 他們調查是18到35歲的年輕人 有將近7成年輕人是不同意的 但是呢 台少保在2013年的時候 因為核四公投 做了一次核四公投的調查 到底幾歲可以參與核四公投 只有10%的人堅持18到20歲 所以有9成的人認為說其實不一定要20歲 那這樣的社會共識其實在這幾年來 已經陸陸續續的在改變更爽動 甚至是如果不只看18到30歲的年輕人 而是看絕大多數的人的話呢 其實有百分之88%的人是不再成20歲才能公投的 所以這件事情它不只是年輕人的共識 更是社會的共識 那你可能會覺得 那為什麼 不管是國民黨的政策中心 或者是 國防會的民調做起來 為什麼好像55%的人是反對的 但是其實這樣也有34%的人是支持的 那2006年當時已經差非常的多 可是你想想看 大家知道國防會的民調是用什麼做的嗎 是電話民調 那個電話是家用電話的民調 因為民調沒有辦法打手機 它只能打家用電話 那大家想看看 誰會在家裡接家用電話 誰有時間在家裡 或是你家電話都是誰接的 或者甚至是如果你離開高中之後 出外一念書 到底誰在外面租房子還有家用電話 那它會問到你嗎 第一個它問到 它問的年齡所定在20歲以上 所以如果是20歲以下的人家用電話 它就會說請比較大的 年紀比較大的的人來接 因為我自己做過那個 在世紀民調中心 可是大部分接起電話的人來 大概都是爸媽或是阿媽以上的 那問這個年齡層的人 當然會導致那樣的後果 科技是這樣 以55%的贊成 30幾%的不贊成 但是國民黨卻用這樣來說 這是關鍵民意 那所以就立委很有趣的說 那當就是買酒的民意 民調只有9%的時候 他怎麼不覺得那是關鍵民意 好去年呢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欣賞你一點模擬公投 我們去年實際在台北的西門街的街頭 讓所有的民調人 只要你覺得你有辦法看得懂選票 或者是別人告訴你 你可以知道那個選票是什麼 你可以自己決定你的意思 你就可以去投票 當時呢還有包括網路投票 在總共有兩千多個人投票 然後在是否暫時18歲 應該有公民投票跟選舉權的公民權利 總共有大概七成的人贊成 這大概是現在比較一般的 就是如果我們普羅大狀況的話 大概會是這樣的比例 民間團體的認為 所以民意其實已經不斷地改變了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重視投票這件事情呢 因為我們認為投票應該做為一種世代正義 為什麼 因為呢 目前台灣的買票式的福利 我們目前的投票呢 就是不斷地現金加碼或買票式的福利 那更重要的是這些錢從哪裡來 台灣的不再那麼高 這些錢就是從各位來的 或是從各位的子孫來的 也就是說呢 他拿你的錢 然後去補貼那些老人農民生账 然後不給你權利不給你福利 那些錢都不用在你身上 可是錢是你花的 所以誰會在意沒有選票的年輕人 誰會把那些錢 投資在年輕人需要的福利身上 當然不會啊 因為你沒有選票 那你可能會覺得 欸 兒童呢 從幾年的投票 幾年前的選舉開始 包括什麼五歲加的免學費啊 生意的補助多少啊 這些全部都是兒童式的福利 那他們沒有選票啊 那為什麼還是有人care兒童的福利 他們的選票在哪裡 在年輕的爸媽身上 可是沒有人會覺得你的選票在爸媽身上 所以你有聽過哪一個候選人出來說 我重視年輕人的聲音 或是希望幫你蓋一個什麼 新少年公民會館啊 或是重視你的文化修學的空間 或是展演的空間嗎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這樣的投票狀況還持續下去的話 它就會造成不斷的跟未來子孫借款 導致再有子孫 而且我們還沒有辦法說什麼 所以呢 我們認為說 投票正義應該從18歲開始 所以 請大家可以到我們的粉絲專頁 就是投票正義18開始 所以大家等一下有空可以把手機拿出來按讚一下 好 所以呢 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的學習上 我們都以為我們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 可實際上呢 我們現在已經是全世界最老的民主國家 為什麼 剛剛說過了 呃 就是如果我們用一個民主跳高的挑戰下來看的話 1970年代 1970年代 1970年代開始 英美德法的這些國家 大概都在18歲投票 為什麼他們下去到18歲呢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當時18歲的年輕人就必須上戰搶牙槍 那他們就覺得 如果你要讓18歲的年輕人上上牆打仗 那你就應該給他同等的權利 在1968年的時候 當時的法國68學運 當時呢 法國總統也堅持 投票年齡只能在21歲 不下去到18歲 當時有一張海報 就是告訴法國年輕人說 第21歲以下的年輕人啊 陸上的石頭就是你的選票 OK 然後呢 當時也有另外一張海報 就是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它遮住年輕人的嘴巴 要年輕人乖乖的不要聽話 台灣今天是不是也是這樣的情況呢 好 然後呢 另外我們看到 在亞洲的 亞洲在2007年的時候 南韓他就下收了同樣年齡到19歲 然後呢 當初過了從27年開始 第二波下收同樣年齡 從阿根廷到蘇格蘭 那為什麼這些國家會下收同樣年齡呢 有一個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人口老化跟年齡結構的改變 所以現在大部分國家都認為說 如果我的國家65歲以上的人口 多於15歲以下的人口 那我就應該下收同樣年齡到16歲 因為我不能讓年紀多的那些人 來投票決定這些年輕人的未來 所以台灣正是一個人口老化 速度非常非常快的國家 在2016年開始 我們就會進入一個人口交叉 開始人口的老化就會越來越多 然後就除了21歲以下的人口 也會開始急速的增加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在 在至少那個時候 就應該下收同班年齡到18歲 那像蘇格蘭 他們今年舉辦的獨立公投 他們原本的同班年齡是18歲 但是蘇格蘭獨立公投 他們也讓16歲年齡年 可以決定自己國家的未來 英國最近也開始考慮這件事情 原因是 下收16歲 他們的原因是 覺得投票率非常的低 然後他們認為說 要如何提升投票率呢 英國有 英國國會的支付做了一個調查 然後他們有一個建議是 那不然我們來罰款好了 年輕的選票 如果沒有去投票的話 你就要罰微博的款 可是這樣想起來怪怪的 就是為什麼 就是如果這是權力的話 你把它強迫搭去那個 所以呢 後來他們決定要往一個方向做 就是下降投票年齡 因為呢 有調查指出 你在越年輕的時候 如果有投票權的話 那你一輩子的投票行為的 那個 投票率會越來越高 你會持續的那個長度 是越來越長的 而且很多人都說 可是年輕人又不關心政治 年輕人根本就不管那些什麼事情 可是問題來了 年輕人為什麼不關心 因為那跟我無關啊 我關心了之後 我能夠改變一些什麼嗎 如果我不能夠改變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去關心 所以當你有選票的時候 也許就會去關心 為什麼這兩年開始來很多人運動 開始很多年輕人上街頭 因為看到了改變的可能性 他們看到了這樣 我願意站出來 也許我可以擋下 美女弄斷 也許我可以擋下 30秒的這樣的 就是不管是國貌 或是等等這樣的過關 也許我有改變的可能性 所以我就會去做 那在亞洲呢 有另外一個國家 跟台灣這樣很像 就是日本 在之前我們都說 台灣跟日本是全世界 最後兩個兼十二十歲 才能夠投票的民主國家 但是日本在2007年到2009年 他們就開始國會演繹 要下修投票年齡 而且呢 在五月的時候 他們眾議院就通過了 下修投票年齡 到18歲 然後可是呢 現在台灣年輕人的狀況呢 除了憲法 第三十條的高門檻之外 我們還包括年齡歧 我們很多人永遠覺得 年輕人就是不懂事 年輕人就是身心不成熟 也許我們等一下可以討論 到底投票這件事情 跟能力有沒有關係 他跟身心不成熟的關係嗎 如果是能力的話 那我們要把它來考試 跟考駕照一樣 我們以後來考投票證 當你考過了才可以投票 如果這些18歲以上的人 是有能力的話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大一那一年 2003年 那一年的立委選舉 開始大 就是大啦啦在廣告的時候 告訴你要配票 如果你的身份證 尾馬是幾號 我就投幾號 所以那年立委選舉非常的軟 有很多做了很好的落選 有很多新的人上來 因為那個為了未來的呆選 會染冒痣 所以很多開始塌味啊什麼的 那一年的選舉 亂七八糟 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 你告訴我說 你身心成熟 然後的投票行為嗎 那當然不是啊 所以 而且另外一個年齡歧視呢 我如果去做那個年齡上的調查 大家覺得哪一個區間的年齡 最反對下修投票年齡 幾到十八歲 十八歲以下 二十歲以下 二十到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以上 嗯 有人就二十五歲以上 好 覺得二十五歲以下舉手 覺得二十到二十五歲舉手 覺得二十歲以下舉手 好 告訴大家 最反對的是二十到二十五歲 一個原因是 我好不容易熬成到 到了投票區 你怎麼可以那麼快就有 另外一個原因是 二十歲的人 最容易覺得 十八歲不成熟 大家想看 當我是 當我上了國中 我就覺得國小小屁孩 然後覺得國中已經長大了 比如說小朋友 我是同學 當我上了高中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一周二十來 等到你上了大學 你就覺得 那些高中生是有病嗎 就是 就是怎麼回事 我們永遠 就是那個華人的年齡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二十到二十四歲 這一個區間 通常是最反對的人 很有趣吧 好 然後另外一個超羽師 日本他們後來 在今年六月的時候 參議院就正式通過了 18歲投票權 大家看到這個 贊成跟反對 224票贊成16票的反對 在這個月 六月底的時候 就已經正式施行了 他們這件事情的國民投票法 年齡下修到18歲 四年以後 他們的大選 也是下修到18歲 所以 到時候 台灣就成為一個 最後一個維持二十歲 同票的民主國家 所以呢 我們是一個落後世界各國 成為一個民主後段班 日本已經開始 從二十歲 一到十八歲 其他六月底就已經通過了 不過因為他們接下來的選舉 是在四年後 所以呢 好說完的現況就是 我們為什麼支持18歲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做呢 在過去呢 我們為了 為了避免他 很多人說 年輕人就是身心不成熟 或是不懂政治啊 所以在前幾年 我們做了一些行動 只要在每年的大選的時候 我們甚至做了假投票 我們讓很多年輕人去 針對候選人的政見 就是他沒有看到候選人的名字 他只去投政見 跟子投名字的這樣的調查 後來發現年輕人 就是在投這兩個出案的結果 是差不多的 這告訴我們 其實不是 年輕人不是看臉投的 也不是看誰的 就是短步超人比較短 你都會跑步會游泳之類的 就是 大家還是有感覺的 而且尤其是這幾年來 網路非常的發達 在網路上會有很多的神人 幫我們整理出了 到底有哪些的候選人是不支持 不認真教 不支持同志的 或是有多少的候選人是支持 支持美國牛或支持核四的 然後透過選票去制裁他們 其實很多年輕人 現在開始關注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呢 我們也針對候選人 去做他的政見分析 我們去看他到底 有沒有Care年輕人的想法 然後或是有沒有 把他的政見的目標 放在年輕人身上 比如他幫他們打分數 然後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這是我們親子姐所做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 會開始做了一個就是 大家手上有拿到連署書 如果沒有達到的 等一下在前面還有 就是我們預計要開始發起 這樣的網路連署跟街頭連署 目標是連署到18萬 這個數字講起來就嘴軟 18萬的連署支持18歲公民權 不過呢我們的連署 沒有20歲以上才能夠連署 只要你意思認為是支持的 那個年紀上你都可以 不過我們的短期的目標就是 我們希望今年年底的大選情 可以有至少18萬的公民 或是任何年紀的人 加起來18萬的人 是支持18歲公民權的連署 那我們接下來會持續的開始做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在7月27號 在台北會的一個 轉蛋趴的一個街頭活動 就是如果你有 就想要來台北晚的話 可以來參加 就是那一場呢 我們除了會有 一樣會有那個模擬公投之外 我們也會讓大家在新少年 就是在街頭上審議台北 因為我們認為 台北的未來 不是只有候選人或成人說了算 也許在台中 我們也可以考慮接下來 來做這些事情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開始做 進入到各個學校 進入到各個機構 我想今天這樣 開始跟更多人分享 為什麼我們支持18歲同票券 所以我們預計會在8月的時候 開始就是做講師的培訓 如果你願意成為那個 跟大家分享觀念的人 後來你報名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進入到中學跟大學的校園 或是到社區機構 去告訴他們 為什麼我們支持18歲同票券 然後他的想法跟觀念 跟大家做更多的對話 那一個很重要目的就是 為了這些事情 我們會在今年的 今年大選是 11月29號的九合一選舉 我們在11月29號前兩週 就是11月15號去舉辦 青少年投票日 我們預計在六都 就是目前的五都 加上你底下三個人桃園 我們會舉辦青少年投票 讓年滿16歲 未滿20歲的年輕人 透過實力投票 以及網路投票 來選出目前的市長 然後我們在這之前 當然會做市長的政見分析 提供然後做參考 所以呢 剛剛那個 剛剛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告訴 16歲未滿20歲的年輕人 你要出來投票 透過這件事情 讓社會當中知道 其實明顯是有意願的 我們就想要改變什麼 我們想明顯知道我們的聲音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四年後 真的18歲投票權的話 這一群人 或是甚至是2016 中國大學的時候 這一批人就是首投足 16到20歲總共有64萬票 他足以讓那個總統候選人 從當選到落選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跟力量 不要想看我們每個人一票 那件事 所以呢 我們會開始做 就是 就是11月的時候 會有投票日 然後邀請大家 邀請就是包括學校 如果像有很多台中女眾的學生 如果 你們覺得這件事情 是有趣的約一支持的話 台中女眾 也許也可以成為一個 投票的據點 那 只要有投票的據點 有學務志工 我們就可以讓同學 在那個地方做投票 然後 就是跟 就是我們真的來辦一場選舉 真的來投票 然後開票 跟 這幾天 前一天在香港的那個 普選是一樣的 我們會透過 實際的投票網絡 投票跟APP 來讓年輕人 可是至少那個票數 一定要到達某個程度 不然 會很難看 就是 很多人都在說 都是你們這群大人們 你18歲很久的這些人 不斷地在爭取 18歲的投票權 那距離18歲 會不會滿20歲那些人的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 如果我們不站出來 別人 不讓別人知道我們的需求的話 就不會有人care你們的聲音 然後另外呢 我們也在法制內開始做改變 所以呢 我們這樣的修憲的提案 目前有三個立委 去做了修憲的提案 而且呢 已經在上個月 上個會期 結束了前一天 就是 初委 就是 付交付修憲文會 就是一讀通過 但是呢 目前國民黨並沒有要 積極的組成修憲文會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做的 就是 會持續地監督 應該要組成修憲文會 以及 去監督他的審查進度 因為呢 通過修憲文會審查後 還要再公告六個月 然後經過公投 就是 當然是很高那個公投門檻啦 就是一半的人出席 一半的人 然後贊成比反對多 這樣的公投通過 才會是修憲通過 所以 這是一條就是 需要 有點賣場要走而入 但是呢 如果不開心 如果不嘗試 那這樣的憲法 在DC市修憲之後 真的就變成萬名憲法 永遠不可能再動了 所以 九年前我們通常沒有想過 十八歲投保犬這件事情 會成為修憲的第一個契機 因為大家都覺得 十八歲投票 沒有也不會死 反正再等兩年就好了嗎 以及什麼 好像他不是一件 那麼嚴重 會危害到 國家的未來 這件事的 但是現在 他反而成為一個 就因為他沒那麼嚴重 所以不擒開到任何的利益 所以好像各政黨 還可以 就是 國民黨也覺得這件事情 好像沒什麼不好 不過他們怕更多的東西 他們怕如果這件事情 開始修憲文會啟動 那就會有更多的 觀光立委行次啊 包括國土教育啊 等等可能開始走動這樣 所以這部分是 很多人就團體會持續努力的 也許接下來也會有一波 大型的行動 或很多波大型的行動 需要更多年輕人去參與 然後所以呢 剛剛說過的修憲的門檻 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也跟很多人 具有一起組成的 這樣的新鮮運動 然後要去推動修憲門檻 去推動修憲跟公投高門檻 才能夠促成 這已經動了67年的憲法解鬥 能夠去觸及青年的參政 所以 要怎麼樣改變呢 就是用加密交時代這些門票 剛剛說是1968年的法國 當時的總統戴高樂的一張海報 他就是告訴你 你現在說你就是墊墊 乖乖的不要講話 可是呢 在2014年的時候 佳玉化一樣說了 佳玉化說他會替不關於政府的 青年創造集會 馬英九說 都是因為他花學歷 所以他現在要開離職會 結果開了一次離職會 還有什麼都沒有 馬上要來開第二次 或者呢 當暫停立法院過後 其實大家已經退場 一個月就有人問說 大家有覺得這一個月 立法院有做了什麼事嗎 OK 就是 這件事情 是我們需要持續不斷的 我們如果要改變 這可能是其中一種可能性 所以呢 投票正義18開始 粉絲專業請大家持續的關注 我們現在開始在做各個年齡 各個國家的 讓大家去了解 各國家的投票行為 跟投票的改變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呢 這是我們的粉絲頁 然後跟連署平臺 請大家就是幾本連署 也可以把這樣的連署 在投票正義18開始的專業裡面 也可以看到網絡的連署 請你告訴你的同學們 去號召更多人加入這樣的連署 然後或者呢 你想跟我們一起加入這樣的18歲公司 我們一起加入聯署 我們目前大概有三年七十個團體 會持續的去推動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很需要 連線的力量跟神力過世 如果你有文創的經驗啊 或是可以有些設計一些圖 或是去渲染更多年輕人 去感動他們的話 我們需要你們的力量來加入 或是我們等一下來討論看看 這樣的事情 或是你怎麼樣讓你身邊的同學 願意出來投票 我們今年真的要辦一場選舉的時候 你身邊人怎麼樣會出來投票 你去告訴他們這件事情 與其我們等一下可以討論看看 好 以上就是我初步的分享 歡迎大家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鄭姐 好 謝謝鄭姐 呃 我想說剛剛鄭姐提供了很多 基本的一些 有關於說我們為什麼要推動 18歲的投票數這件事情 那 雖然我18歲 如果18歲就可以投票了 那我 我38歲了嘛 那所以說就是 所以我投過好幾次票 那在場有很多高中的同學 你應該都沒有投過票 那在場有些人 20歲有投過票 呃 你知道投票怎麼投嗎 不知道 所以剛剛鄭姐提供一個很好的同學 就是說我們年底 就是說在 11月29日選舉之前 因為我們 我們大家其實在台灣 被人家詬病 就是說 呃 我們都說我們是主人 可是實際上 我們只有在選舉那一天 11月29號那天 是台灣的主人 11月30號的時候 你就變奴隸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只有那天當主人嘛 那我們 就是說從這個 這一陣子 這樣一波波的 這個公民的運動 這個公民運動 包括很多 我們看到年輕人 青年站出來的力量 那我們就去證明這些力量 是 政府必須要去重視的 所以說 我覺得說 剛剛提到這個 實際的 不管是網路 或這個實際的投票據點 我覺得說 我們是 該是我們這個 年輕人站出來 就證明我們的實力 也當然這個 沒有辦法構成真正的去影響 這個 今年選舉的 這個大局 可是我覺得說 比如說 因為我們都生活在台中 大家都知道我們台中市長是誰嗎 有的不知道台中市長是誰嗎 可見多惡名昭彰 對不對 那所以說 所以說呢 就是說 我們對於台中 這塊土地 我生長的這塊土地 你都有不同的感覺 我相信不會是只有20歲以上投票你才有感覺 你是高中生 你沒有投票你也一定會有感覺 對不對 所以說 比如說你對於這個 我們的教育政策 比如說很多台中市長的同學 也許你們對於校長很困難 可是校長是哪裡來的呢? 比如說市政府、教育局 他們是被這些人管的 對不對 那你就開始關心說 如果我有投票權的話 我可以來決定說 那我未來的市長是誰 那我們就實際 比如說在台中裡說 如果校長 假設蠻憨的話 不讓你設投票去 沒有 因為我們來好辦 折五給你投可以吧 那我們就來好辦投啊 就我們歡迎 比如說我們在台中 開多一點的投票所 就是來讓我們青少年 16歲的到20歲之間的 大家來投 然後來決定看看說 假設有20歲以上 這些大人人 假設還是選擇了 這個吳志強 可是假設16歲到20歲 選擇是另外一個正義的話 那可見說 你看這個大人的想法 跟我們的想法 是多麼的差距有多大 也許啦 我不知道 所以我都覺得 鼓勵大家 我們透過實際的行動 不要覺得說 你不能改變什麼 可是透過這樣一個實際的行動 我覺得我們至少要發出聲音 發出聲音的話 一定會有效 不要覺得說沒有用 那我想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如果現場 大家有什麼 你不一定要的問題 也許你有一些 你的看法 那我們先第一輪 收集三個意見 好不好 破問題 然後如果有一些問題 可以請正子來做一些回應